太好吃了 我現在吃到嘴巴很髒 Hello 大家好 來到Hilda的低炭廚房 今天我就會把這個復活蛋完美地 將它的味道升級 還有煮的時候的簡易程度都全部升級 味道如何升級呢 復活蛋其實大家都會想到是朱古力味 我今次就將就這樣朱古力 變成一個芝士朱古力蛋 我們現在就差不多可以開始了 但是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要Like這個影片 還有有些什麼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來到這邊 其實我們的芝士朱古力蛋怎麼做呢? 我先做了那個餡料 有這個cream cheese 和這個牛油為主 這個cream cheese 和這個無鹽的牛油 其實已經是放在室溫度 已經放軟了 我們現在就加下去 用一個電動的方法 可以發去均勻一點 可以發去均勻一點 你看到開始軟了 最上就是有這個效果 這個質感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質感就是最好的了 然後我們就加入這個椰子油 然後我們就加入這個椰子油 其實這個做法 裡面的成分 你就看到油脂也挺重的 其實這些我們叫做Fat Bombs Fat Bombs 對於我們新童的朋友來說 其實就 一點都不陌生 因為如果你想進行新童 其實都要吃足夠的脂肪 當然同時的 我們是進行極度低碳的 所以大家如果吃這個recipe 其實真的很好吃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進行高碳飲食的話 你吃這個復活蛋 可能會覺得油分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大家也會因應 但是其實Fat Bombs 是很多不同的recipe 我覺得配合 我最主要其實他們 都是用椰子油 但是因為我想配合我這個食譜 我覺得香味為主的話 我就加入這個牛油 其實椰子油和牛油 那個 放下去的原因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們是會變成 在凍的環境下 它是會凝固 如果你說下其他 橄欖油 或者是牛油果油 可以不可以 在這個食譜上面 就做不到的 因為它會比較 液太多些 所以我們都要記住 用這個椰子油 或者是牛油 拌勻了之後 我們就加入其他的材料 我們就會有這個椰絲 當然要甜味 就會有這個糖粉 糖粉就會好過就這樣 蘿漢果糖 因為糖粉的質感比較幼細 所以就會比較適合做這個食譜 拌勻了些糖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這個雲呢拿香油 我們還會加少少的鹽 少少就可以了 其實是可以調起這個 芝士忌廉芝士的味道 拌勻 好 那我們就完成餡料了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 怎樣形成我們的朱古力蛋呢 我們就要利用兩隻 一樣的匙羹 我們來拌勻少少的份量 然後呢 就橄欖形狀 這樣 當然這個大小可以看回你的食量 我自己就喜歡小粒少少 所以呢 大概一湯匙的份量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現在其實它有個角在上面 就不是很像蛋 你可以輕輕用那個羹刮平它 令到它變成蛋的形狀多一點 我們刮平它 好 那我們就可以放進一個盤裡面 就可以放進這個冰格的 慢慢放它下去 就好像這樣了 這個芝士朱古力蛋 其實真的可以一次過做多一點 我相信那些小朋友都會很喜歡吃的 好 那現在這個呢 你就可以用一個細匙羹 其實輕輕刮平一點的表面 讓它的樣子更加像一隻雞蛋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進冰格裡 我們大概 其實都是想它冷硬一點 大概十分鐘都OK 我這個芝士餡料在冰冷的時候 那我們就做這個朱古力醬了 我們只有這三個材料 那這個呢 就是無糖的可可粉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過篩 因為它都上面會有一顆顆 那我們過篩會比較 讓它稍後出來的朱古力醬 是比較滑 然後呢 就有剛才那一隻的 這個是Powder形狀的 羅漢果糖 它就有另外一款 就是粉狀的 這個其實呢 就可以適合做一些 譬如烘焙類之類的菜式 所以大家去買的時候 都可以留意的 其實呢 我之前也有拍一些短片 去講解買一些 不同的食材的功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我們就把這個 羅漢果糖粉呢 也都同樣了 要放入攪拌 那我們呢 第三個食材呢 就是這個椰漿 那我們把椰漿呢 先倒入鍋裡面 那我們就煮熱它 好 我們看到它滾起了 OK 那我們可以呢 先關火 那我們就加入呢 剛才那個 是可可粉 和羅漢果糖粉 那我們就可以加下去了 我們來拌勻它 那這次呢 我這個朱古力醬呢 就是比較稀身一點的 那大家如果喜歡 喜歡稀身一點呢 因為其實這個醬 你可以整定多一點的 那平時如果我們吃一些 史多啤梨啊 那平時有這個醬的話 你可以攪拌它 那就可以蘸這個 朱古力醬來吃 那是非常之好吃的 那如果你覺得它 太稀身了 那其實呢 可以隨時呢 加多一點 逐少逐少 加這個椰漿下去 那它就會呢 令到它的稀潔度 就可以再調較了 哇 哇 很邪惡的朱古力啊 那我們的朱古力醬呢 就可以放在旁邊先 那摸上手呢 它已經是有點硬 那我們就可以呢 現在下來處理了 拿起一個 芝士 那我現在呢 就關一關火了 就將這個 加進去 我們可以 把朱古力醬呢 淋上去 芝士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不夠 我們又放上去 那我們呢 就可以把這個 蛋 放上去 盤那裏 然後我們就做 第二粒 哇 我在流口水啊 上面的 裝飾呢 其實呢 就很 可以發揮大家的創意 那我自己呢 就買了一些 這兩款 那就是一個 乾了的士多啤梨 還有這個呢 就是 開心果仁來的 那我們可以在上面 損一些 粉紅色 哇 好漂亮啊 或者這個 開心果 的 果仁碎 好 那現在呢 就可以把它呢 放回到冰箱裡 再冰到它呢 硬身 這樣就準備好了 好 現在可以看看 芝士朱古力蛋 可以了 哇 好冷啊 好 那我們呢 可以輕輕磨一下 朱古力啦 當然呢 我們時間關係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 雪耐多一點 但現在呢 我們 可以先上碟 雪耐一點 那它的朱古力 就再脆皮一點 好 好簡單 就可以做到 這個 升級版的 復活蛋 有一個 芝士有朱古力 哇 我喝不住 現在要吃了 哇 好興奮啊 我現在要吃了 哇 看看裡面 那個 cream cheese 我現在是不是吃到 嘴巴都髒了 已經不清潔了 太好吃了 這個簡直真的是 升級版的 復活蛋 這麼快已經吃了半隻 嗯 嗯 我相信呢 大人小朋友都會很喜歡吃啊 嗯 嗯 我相信呢 這個食譜呢 大人小朋友都會很喜歡 看 這麼開心的一個食譜 一個菜式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食譜 然後給我一個like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要按鈴鐺鐘 有些什麼大家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條片見